大家好,我是老胡 现在大家能看出我现在的心情吗? 就更别说我们开着房车走出山谷那种心情了 那种不堪回首,也不敢回首的情景 是终身难忘的一次经历 那根本不是房车走的路 甚至连吉普车走都很困难 被导航误导到了谷底 也只有一条路可以出来 因为回去路都是往上爬的 因为我下来的时候可以慢慢的往下走 上去的时候别说是停下再走了 你就连续往上爬都很难爬上去 万幸的是,没在谷底搁浅 只是造成了一些选丝 排水管什么时候被碰掉了不知道 还有车的两边刮的乱七八糟 这都是一些经济选丝 现在好了,我们心情又开始愉快起来了 昨天晚上在山里住了一夜 没想到昨天晚上是零下八度 感觉像零下十度 好的,一切回归正常了 这也是一处教训 以后再遇到只有一条路的就不要进去了 好的,今天带大家看一个公园 这个公园叫高地自然历史中心 它是位于Priscott城市 这个城市人口4.7万人 白人就占了93% 亚洲人占到1.3% 年家庭收入7.6万美金 中等以上水平 没有,这是学习中心 嗯,它什么造型啊 有地球,有鱼,有乌龟,有熊 有鹰 这是卫生间 有饮用水是吧 嗯,这是一个步道 这个步道修得不错 这自然环境还是不错的 嗯 这是一个音乐厅吧 嗯 里面那个步道铺的是砖 这里就缺水啊 嗯,这步道都干了 嗯 它这个铁板一生锈啊 给涂的漆一样的 嗯 嗯 挺好看 这是一个铁画 铁片焊接的花束 这个应该是儿童的乐园 这是一个壁虎 这是一个狗 这儿童乐园里面还摆了一些什么东西 嗯 这都是大部分都是木头 还有就是动物的骨骼 这大名挺别致的 这是激光打出来的一些图案 我们现在准备回去了 昨天干了点体力活 两个宝子挺酸疼的 不经常干的事 对,不经常干 好来,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